我還有七萬三千多票嘛 這就是我的實力嘛 所以接下來他講這個話是講給民進黨聽的 我還有七天能做喔 因為七天之後中選會就要公佈了嘛 接下來七天他要幹嘛 但不管他要幹嘛 我們就聽到了一個威脅的意味嘛 你就是這樣討厭才會想罷免你嘛 臨走還來個這個秋波 所以這個大建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樣好不好 你是不是要先給這個 台中中二的這個選民 肯定一下 鼓勵一下 真是太了不起了 對不對 的確喔 我一直在認為就是說 每一次的這種選舉罷免的過程 其實都是台灣民主的每一堂課 那麼這一次的這場勝利 不是屬於哪一個總部的 也不是屬於哪一個家族 也不是屬於哪一個政黨 是屬於台灣人民的 就是台灣人民在這一次的罷免案裡頭 給所有的政治人物上了幾堂課 就告訴政治人物說 第一 你不要以為你當選了之後 你就可以擺爛兩光然後做到結束 沒有這回事 對不對 混四年 你就不要想說去躺著混著 這四年就過了 沒有這回事 然後第二 台灣人民借了這場罷免 告訴了所有的政治人物說 其實我們會睜大眼睛 看你們的一舉一動 看著你們所有的表現 特別是向立法委員 然後第三喔 在這一場罷免案的過程當中 台灣人民告訴了民進黨 不要再來賣芒果乾了 賣芒果乾對我們來說已經麻痺了 就是這已經不是我們選擇 要不要投票罷免的一個重要的標準 然後第四個 就是這一場罷免案又再一次的告訴 所有台灣的政治人物 所謂的抗中保台這種口號 不能夠作為 任何一個無能兩光立委的保命符 不要因為說他無能又兩光又耍寶 然後結果你告訴我們說 因為他抗中保台 所以我們要無條件的來接受他 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要這次要 給所有台中第二選區 所有的選民掌聲 不管你出來投票是同意 或者是不同意 你們都藉著你們實際的行動 再一次的給台灣所有的政治人物 上了一堂民主的課程 好 謝謝我們的網友余先生 抖內還有好多好多朋友 有一些都來不及唸 我們的抖內如雪片般 飛來金額都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很開心 我們一起跟3Q 拜拜 那我想問一下韓濱 這個激進黨的唯一 預期立委就這樣沒了 下台一鞠躬 拜拜了 那接下來激進黨呢 剛剛陳柏惟講的話 村崎老師跟大家分析 大家就聽懂了 我的實力還是不弱 接下來我們開始談判吧 這七天能夠談出什麼結果 所以你預料激進黨會怎樣 集體加入政國會嗎 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激進黨本身是一個很怪的黨 因為哪有人一成立 就要自己叫激進側翼 從頭到尾就說自己是個側翼 怎麼會有這麼奇怪 定位為別人的附庸 這樣定位倒也蠻清楚的 這個蠻詭異的一個黨 那當然這個黨 剛剛村崎老師也提到 他們其實就是精於算計 他為什麼一開始就乾於偽側 就是擺明了 這一些人其實要的不是政權 這一些人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利益 他要怎麼樣想盡辦法 在這種政治的這個 這個汪洋大海裡頭 想辦法撈自己的利益 那現在陳柏惟這一期 他們雖然輸掉了 可是我老實講 陳柏惟成功地打出了全國性的知名度 那接下來 因為明年馬上就有議員的選舉 這個時候我覺得靠著陳柏惟的知名度 他們在議員是可能會有展獲的 是去高雄嗎 陳柏惟 我非常歡迎陳柏惟去高雄 就好去山明區 跟那個一開始就說真的 幫你唱衰的那個王浩宇決一勝負 因為王浩宇現在已經在山明區 招牌都掛好了 他招牌廣告都掛好了 所以我非常歡迎陳柏惟去 因為陳柏惟之前在那邊 煞雨兒歸過 現在我覺得陳柏惟趕快回去 去跟王浩宇挑戰一下 看王浩宇強還是你強 全國兩大被罷免的 來PK一下 看到底誰比較厲害 但是我必須說 基進黨這一波下來 對掌握一些深綠的票 他們甚至可能比民進黨更強 我覺得對基進黨來說 也許在立法委員這種席次 他不太容易有掌握 可是他只要先在議員這邊 慢慢累積實力的話 在某一些都會區 他掌握一些深綠的選票之後 慢慢慢慢慢慢的 基進側翼可能會發展 成為一個更大的一個側翼 到時候他就更多 跟民進黨談判了一個籌碼 可是說真的我不希望 台灣政治變成這樣 以後完全就變成烏煙瘴氣 那我也必須說 雖然大家都很高興 可是我必須說 我看到這個票數 其實我在搖頭 我覺得贏得太少 真的太少 因為如果今天是罷免 其他人就算 陳柏惟這麼爛的一個人 所以啊 所以啊 這個人連造勢逃逸 都做過 什麼亂七 狗屁倒到的事情都幹過 每天說謊成性 到最後才差幾千票 對 為什麼呢 你覺得為什麼呢 我覺得當然 第一個 這一次民進黨的很多選戰的策略非常有效 那我問你 當這個陳忠誠大火發生的時候 46條人民 很多人就覺得陳柏惟一定完了 你懂嗎 我覺得剛好相反 你覺得剛好相反 因為陳忠誠把很多人的注意力轉移掉了 反而對他的票是有注意的 而且陳柏惟在選舉的最後階段 採取這種苦行的方式 這是有高人指點的 我覺得成功幫他止血 因為我之前為什麼一直對報名陳柏惟非常有信心 就是因為他那張嘴 因為他那張嘴 隨時隨地他是一個行動敗票機 對 就忍不住嘛 自首炮 對 不斷的幫自己敗票 結果在選舉的最後階段 他選擇用苦行 然後比較少講話這個方式 我覺得成功幫他止血 甚至拉回來 那其實從這一波操作 我跟大家講 假設是一個月前 罷免陳柏惟 我相信至少會上萬票 贏上萬票以上 很多人都這樣覺得 但是你看看他那個苦行 你不覺得在昨天那場音樂會當中就破功了嗎 是 因為我覺得他昨天這場最後的音樂會 是失敗中的失敗 因為你的主題 你一直在打阿教授 國民黨全黨打你一個小蝦米 小蝦米對抗大鯨魚 結果你一個 演唱會弄的三四層 誰才是大鯨 對不對 然後昨天那個3Q總部那邊 大概就是幾百人一個小場 結果你們搞了幾千人 然後又是民主遊覽車 又是民主雙主菜便當 什麼全部都來了 3Q總部說得也很好 遠看小蝦米近看大黑龍 是啊 所以你把自己搞得太華麗太誇張了 那你怎麼樣去取信人家 你是個小蝦米 你是個很可憐的人 拜託要裝也裝到底好不好 拿人裝一半的 所以我必須說 每一次只要讓3Q自己出手 一定破功 所以這一次其實選戰證明了什麼 你知道 其實這是我非常憂心的一點 就是在選舉技巧上面 民進黨還是遠遠贏過國民黨 綠軍還是遠遠大於藍軍 這一點是藍軍的自命之痛 如果連基本的選舉技巧都輸 人家輸這麼多 我說真的 未來不管哪一港 公投也好 罷免也好 甚至縣市長選舉也好 藍軍都會陷入苦戰 比喼士長選舉 比喼士長選舉 接索山選舉 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